每张色彩显明又独特的脸谱图案都是八家匠 有别于传统八家匠将军的脸谱图案画法 更多的是创新艺术融入在里面 这些都是暖暖区八中里长林浩龙的创作 不仅是八中里广新唐宫庙的负责人 年轻时就带过八家匠镇头的他 生安八家匠画脸记忆 更是跳脱传统家匠画脸方式 创新画出八家匠脸谱新生命 林浩龙里长凭借着对八家匠以及台湾公庙文化的理解和喜爱 更因此制作出许多附加的八家匠艺术品和使用品 例如脸谱百事钥匙圈等等 对外结缘贩卖作为社区发展和做工艺的经费 更希望在创新中传承这项记忆 就是怕后续无人要学啊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可能做了五六个小时啊 画一个脸谱就要差不多快两个小时啊 画好了就要两个小时啊 你要画三个的话就六个小时啊 这时候时间蛮久的 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陪同下 机动市副市长邱佩玲 除了代表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八中里 画八家匠脸谱的活动 本身画画造诣就非常高的邱佩玲 也现场学习画八家匠脸谱 却发现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其实压力会很大 因为就我要很庄严 再画一个八家匠 那她的精神我要画出来 而且很怕会画不好她会生气 所以第一个会紧张 这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她的用笔其实要很小心 她跟写书法又不太下 跟我以前在画的这个油画 油画是可以不但地改 就是不能改的 一笔要下去 那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艺术宗教文化 用新的方式来表现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很好 副市长邱佩玲更强调 市长谢国良非常重视传统的宫庙文化 市政府不但会支持 也希望结合文化和观光一起发展 文化 艺术 观光 宗教怎么样结合 基隆最棒的是基隆有很多的庙宇 基隆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那怎么结合观光 还有怎么把它的传承 可以努力保存下去 也是谢国良市长现在在努力思考的 我们会在民政处的帮忙之下 努力协助去做 林皓龙表示 她都在深夜创新绘画八家将联谱 因为深夜气磁场相通 让她更有灵感 新进的话 平常我都是凌晨差不多11点多 才划这个连谱 市场会比较好 会直接划下去 如果说像早上来划的话 就没有办法心情下来划 这个图层是我们自己想的 没有老师教我说 这个图层是要用什么图层 其实大家看我们知道说 这神音他不能改 八家将里面有甘柳蟹饭 每一位将军以及春夏秋冬四位神军等 都有自己独特的长相和特征 代表不同的神威和庄严 民间习俗可以解韵齐安 安宅桌上 对他个人来说 创新绘画的八家将联谱艺术品 可以当作摆饰或挂饰 信的人保平安 不信的人也可以作为 台湾宫庙文化艺术品的装饰或摆饰 虽然林皓龙的创新画法 赋予八家将联谱新生命 不过林皓龙强调创作绘画时 不会去改变每一位将军和神军的特征 以及神韵 因为八家将就是八家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